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之前不是又要封又不封吗 然后就化了一些小区开始封了 然后我所在的小区很早就被封了 被封之后但是组织的很烂 知道吧 就是说大家都在那里挤在那里 而且挤在那里核酸警测 而且还遇到就是下大雨的 下大雨了之后还有什么护士扒工什么的乱七八糟的 反正就是大家因为下雨 比如大家撑一个伞了之后 大家都在一个伞下面去核酸检测 然后就导致我们家有一个人被感染了 而且这个绝对是在核酸检测的时候感染了 因为我们小区已经封了很长时间了 这个奥米克农它病城基本上最多三到五天 我了解的三到五天它就会爆发出来 但是我们三到五天之前已经封小区了 而且之前的核酸全部是正常的 然后最后我们家出现了一个人感染 感染了感染之后 其实上海在封城之前 医疗系统就已经崩溃了 然后感染了之后 确诊的过程也很扯 他开始说因为他不是混减的 混减了之后 他说是比如你十个人一组去捡 捡了之后之前打了个电话 说你们家谁谁谁 这一组混减的有问题 有问题就是说我们需要上门单独给你做 就是相当于单人的测试 然后单人的测试就来了 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很紧张 很紧张就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是我 然后过来检测的人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 反正你们这一组混减的有问题 今天给你混减 如果你有问题 我们最多三个小时之内就会通知你 如果三个小时之后没有人通知你 那你就是没有问题 然后他就来我们家把核酸检测检测完了 检测完了之后 然后就没有消息了 没有消息了之后 然后我们家出问题的那个人 他就开始出现低烧 就是38度左右的低烧 然后过了一天都没有人给我们家打电话 我们以为他就是感冒 跟这个Omicron 跟这个新冠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就还是在一起吃饭 在一起睡觉啊 什么吃饭啊什么的 正常进行啊对 然后过了过了过了两天多了 突然打个电话过来 说是什么上海市防疫办的 说你们家谁跟谁啊被确诊了 两天啊 对已经过了两天了 过了两天了之后 确诊了之后呢 还有个更扯的 就是说现在这时候上海医疗系统已经崩溃了 他说就是虽然你确诊了 但是你要待在家里 我们现在安排不了 我们现在还有确诊一个星期以上的人都没有安排 你自己在家隔离 跟美国那个时候有点像了 对 然后我们就因为我就单独弄了一个房间 然后把他一个人丢进去 丢进去了之后就是说 正好那边也是有个单独的厕所的 就是整天就跟那个送楼饭上的 然后给他送点饭进去 然后他就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 待了三天 然后派人来接走了 接走了之后 三天后才有人来把他接走是不是 对 三天后把他 就是确诊之后又 就是说我们政府处理不了 我们还有一个星期以上的都没有处理 所以你自己在家自己想办法 对 然后就把他丢进去单独隔离 隔离完了之后 然后就是后面过了三天把他给接走了 接走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不是被列为密接了吗 对 列为密接了之后 然后就是后面比如像这个封城了之后 所有的普筛 密接是不筛的 好吧 密接是不筛的 普筛为什么不不不不不不不密切接触者 没道理 密接的他密接的他说不属于他们管 密接的他说是属于是防疫办管 属于势力管 哦 是哦 反而不普筛密接哦 对 就是这个普筛他是不普筛密接的 然后他这个普筛是各个区组织的 所以他只筛这种就是藏在你小区里面的 密接他是不管的 所以就是我们家从家里有一个人被确诊之后 然后就后面死了一天就没人管 就是你丢在房子丢在家里 你自身自密 没人管你 那你要出门什么那些呢 不准出门 就是下面有人有那个楼道搭的有棚子 下面有人在那里走着的就是不准出门 那你就反正自己叫外卖什么该干嘛 我们就在家 然后这个是后续后续了之后 然后因为我们家有了一个小朋友 然后接着接着就是小朋友就出现那个 这个出现地烧了 出现地烧了之后 然后小朋友出现地烧了之后 然后这时候我就要考虑我的这个就是策略了 因为上海市的医疗系统已经崩溃了 对 那我现在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因为而且就是就是家里的确诊的人被带走之后 然后第一个出现症状的又是小朋友 而且这个小朋友呢 是家里老人就是一手带大的 对老人很依赖的 对 然后最后最后我就综合评估了之后 我就觉得就是说可能把他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之前有很多那个案例很准 什么小朋友把他给什么单独隔离 说什么 雖然媒体写得很好听 说什么有什么热什么有爱心的什么社区骂骂 什么什么照顾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扯淡的 那从小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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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老人 但习惯了你把他搞到那里去了 之后搞出心理命令来了 之后我觉得这个心理的损伤 比你身体怎样损伤更大 嗯 所以我就选择选择不说 嗯 我就自己自己在家里我就躺平 我就全家人感染 嗯 然后后面我就想办法让让朋友拿来一些 那个那个那个新冠的那个那个 那个测试的那个盒子过来嘛 嗯 过来因为我们一接了在家也没人管 然后就是你得了也没人知道 嗯 然后拿了盒子过来后面一检测 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就已经得了 嗯 得了 得了之后 然后又过了两天 然后我们家剩下的两个人又测出来 就是那个两条杠了嘛 嗯 然后又过了一天就是就是剩下的三个三个大人 三个大人就全部是要两条杠了 所以我就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全在躺平 到现在政府都不知道我感染 我已经恢复了 就就你们就是反正就是自己感染自己痊愈了 但这整个过程是这样 因为因为我也做了一些功课嘛 这个奥米克在上海就是这个奥米克戎 它是个什么奥米克戎什么B2 什么比奥米克戎什么原始株 它什么传染 传染力什么提高20% 但是但是这个病毒就是毒性嘛 毒性下降 对 下降嘛 所以我综合评估之后 我觉得把小孩单独弄回去 隔离 隔离了之后 结果把它接走了之后 有可能又出现下一个又出现下一个 这样的话把全家一个一个的被拖走了之后 这样的话给家里带来的负担更重 然后综合了解了 因为我还是经常翻墙的嘛 对我也看了一些国外的感染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并没有那么可怕 所以我就选择选择在家躺平 然后全家感染人承担这个事情 因为你如果现在被抓 被一个一个的拖出去 上海的医疗系统已经被崩溃了 而且我们家小朋友就是 就是刚开始就是发热的时候 我心里是很紧张的 我觉得我觉得是不是要给他及时治疗 什么的 然后打了打了上海市的120 没人管 然后他说他说你找社区 社区提交提交上来的转运单 我们是悠闲处理的 你现在个人打120 是没有用的 我们安排不了 我找社区 社区说那个120 你别听120瞎扯淡 就是我们社区这边转运 是没有那种负压的这种东西的 你是密接着 而且已经出现症状了 我们处理不了 你去打120 然后我又打120 120说我们处理不了 我又去找社区 社区说我们处理不了 你要是120再给你这样扯 有踢皮球了 你就打市场热线 我打市场热线 永远接通不了 就是你留言 然后我留言了 没消息了 所以最后我对外面的世界已经相当于是没有信心 知道吧 所以我就选择在家躺平了 然后躺平了之后 现在这么久了 我们逼街的政府一次不做核酸 就是你在家自生自灭 我在家 我虽然有检测盒 我知道我全家已经感染了 然后所以我也相当于瞒报嘛 我已经选择这条路 那我就选择瞒报 然后我瞒报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家里人都已经痊愈了 而且这个奥米克隆 这个反应很小的 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出现了一天晚上烧到38度 其他大人就是嗓子会出现干咳 省子不舒服 也没有人什么发热什么症状都没有 就是就是嗓子感觉特别干 然后会咳嗽 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所以我的策略就是我选择躺平 去应对这个事情 因为外面已经崩溃了 已经指望不上了 所以就是您个人的经验 你也不是一开始选择躺平吗 您的孩子 就是您家那个小朋友当时也是发伤 您也是尝试去联络各方面 但是都没有办法 有人来处理 120和市区两个皮球 我们讲听皮球嘛 所以你就说你的感觉是当时医疗资源也崩溃了 所以才没有办法处理你这个事 那所以你等于是最后你才做这个决定 我又综合考虑 就是说小朋友这样家里人一个一个被拉走 然后小朋友如果到这个陌生的环境里面 然后这个搞的搞的这个心理阴影的东西 东西了之后反而比这个身体伤害更大 所以我就选择隐蔓疫情在家躺平 我不去评断你这个行为的对错 当然现在那个留言区大家有大家想法 但是我我理解你的决定 因为您您为了你的这个小朋友 那那当然是大家天下父母心 我我我我理解你这个决定了 那那那个现在这个这个上海这个情况 那那那你觉得呃大家刚刚刚讲就是说 我们家被拖出去隔离的那个就是整天躺在那里 什么事不管就是一天就过来两两上午下午两两次体伤 到医院医院也做不了任何事情 你占用这个这个医疗资源在那里 嗯然后我我选择在家躺平而且隐瞒 嗯我就我什么什么那个医疗资源也没占用啊 就我们家都没有症状 然后就是就是小朋友一天晚上烧到38度5 吃点酱烧药就OK了 嗯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其实就是说这么亲振的东西去 搞的搞到上海最后封城嗯然后消耗这么多资源 医疗几队121打120都响应不了 为什么要搞到这一步呢 嗯嗯这个就是我的经历啊嗯 当然就是说上海这次这次爆发啊 政府政府是呃就是校女是很烂的 就是要打分的话如果是没有负分的话最多打0分 就是他他他他他封小区之后 然后就是那个他又想封又不封 嗯然后而且就是所有的数据全是假的 嗯就是说你核三检测上面显示阴性的 嗯结果结果是那个是防疫办通知你是阳性 还有就是你小区有确诊呢 他也不跟你说 嗯而且你在比如像什么今日头条啊什么的 看到那个确诊的小区里面 完全没有你小区 比如我们小区里面就是大家业主有一个群 嗯大家统计的至少有13个确诊的 但是在那个顺海市防疫地头上 我们小区是不是确诊下 哦哦 所有的数据全是假的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周围到底有没有 比如我小区虽然风险 我小区里面是不是有确诊呢 不知道大家还是在小区里面滥逛 就是把而且就算说没有确诊的小区可能也有确诊的照你这样讲 对不对 嗯 所有所有的数据全是全是错的 我们小区里面至少十几个确诊 到现在都是都是都还是没有 都还是从那个疫情记者上看都是无确诊小区 嗯嗯嗯嗯嗯嗯嗯 了解 所以你你你现在的这个态度就是 就是你觉得干脆 支持清零了啦 因为因为啊不是支持共存了啦 因为因为这样子 反而也面对Omicron这样的病毒那反而你也 呃浪费医疗资源对不对 但是你你这样躺平啊就是也也没上去支援 大家也好了哦 但你是你是有这样的经过啊 你也不是一开始就就就采取这样的态度 但是你你是试着去联联系一些呃 政府机关去处置 但是当时的资源已经不堪负荷 也没有办法处理到你这一块 那所以你就这样子躺平 那你你们也自己处理也自己好了 那事实上政府的资源也没有来照顾到你这一块 那他也无暇顾及啦 也无暇顾及到你这一块 但是不管怎么样也就这样就好了 所以所以这就是这样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哦好了也就让大家来听 对了也就让大家来听一下这个故事啊 那对了您您您们家打疫苗的情况怎么样呢 都打过疫苗了吗 那个那个有呃大人都打过疫苗 小朋友是没打疫苗的哦小朋友 没打疫苗的他烧了 烧了一天晚上38度5然后就结束了 您想孩子几岁方面请问吗 两岁多 哦那难怪你那个心头肉哦 是啊我我可以理解了我可以理解了这个心头肉 嗯对我就我就讲一下我的经历 我不我不嗯嗯嗯嗯不发表任何就是说很明显的 就是说我只是来我只是想我这个心头历程嘛 我的经历嘛嗯嗯对我我理解了孩子才两岁 对OK完全明白 对好好OKOK 非常谢谢这位上海员 那反正你现在全家都好了嘛 就是也也也恭喜啊就是反正就没事了 到后后续继续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这个毕竟这种新冠这个啊 那孩子还小后续多注意一下啊 好 好谢谢谢谢你啊谢谢上海这位网友的分享啊 谢谢谢谢啊 好那个各位网友也请你们就是大家能够稍微将心比心 就大家大家各有各的那个那个想法也各有各难处啦 那你你站在他的那个角度去设想吗 他孩子才两岁啊 而且当时他他孩子发烧也的确是有有请过人来处理的 但是就就没有办法那那那那当然啦我完全可以理解 我如果是他我说不定也是也是会采取一样的做法啊 对不对啊 嗯 好了来 嗯